转图法猛兽 智慧的多面猛兽 转图法是一种无穷的智慧 透过这种法术 圣人能以不可测的智慧洞悉万事 并融合心术与神道 这种方法可以以葛仲形容来描述 有十远 有十方 阴阳之间 吉凶互存 圣人以此法来观察事物的计谋 洞悉吉凶与成败的结局 转圆可能带来吉祥 也可能带来凶险 圣人能以到先知生死 并运用转圆与方错来达到最佳效果 这种智慧的应用不仅观察进退 也涉及万事万物的结合 以此法接纳他人的说法 达到共识 转图法是一种无穷的智慧 透过它 我们能以不可测的智慧来洞悉万事万物 这种法术融合了心术和神道 将混沌的世界施为一体 并将事物的形状描述未原或方 因或阳 吉或凶 圣人以此法来观察事物的计谋 预测吉凶与成败的结局 转图法的关键在于接纳多样性 不仅仅是表面的形状 还包括事物的本质和意义 我们必须懂得运用转圆与方错的策略 以求达到最佳的结合 这需要圣人的洞察力和智慧 他们能以到先知生死存亡 并运用转图法来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使用转图法时 我们必须观察事物的汇合点 洞察计谋的变化 以及进退的意图 只有在看清事物的本质与意义后 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这需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 接纳他人的说法 并寻求共识 转图法的应用 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上 它也涉及到天地万物的结合 圣人能观察天地无极 人世无穷 洞悉万事的类别 和各自的吉凶成败 透过转图法 我们可以超越表面的形式 深入事物的本质 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因此 转图法是一种智慧的多面猛兽 它帮助我们 洞悉事物的本质 把握机会 并做出明智的选择 透过它 我们可以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 保持平衡与和谐 获得成功与成就 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运用转图法 探索智慧的深渊 并在人生的旅途中 获得洞察与成长 和坚绑